請一下部長 有請李部長 賴委員早 李部長早 這個昨天我有請教過了 就是那個 四次江城會裡面要提到 兩岸的租稅協定 那我們所瞭解的 就是你們簽完之後 我們當然希望第四次江城會可以簽訂 這個機會大不大 但是這個後續的進程 先不要講後續 我們一步一步來講 很多話也搞不清楚 這個簽完 還要立法院這一關囉 因為立法院我們要修 二十五條之二 那二十五條之二裡面就卡到一個東西 三次四次沒有過是卡在這裡 而且我也可以告訴你 我也可以告訴你 MOU簽不下來 也有這麼一說 說這個二十五條之二沒有過也是原因之一 二十五條之二也是一個 行政權跟立法權之間的拔河 就像現在的美牛的事情一樣 就是說你們按照稅增基制法第五條嘛 是一般的就是 一般的 你等國外來談這些的免稅的東西 之稅的互換的這個東西 已經有類似立法授權的嘛 對沒有錯 你們去跟人家談完以後就回來 這是稅增基制法第五條 可是因為我們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比較特別一點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家總是比較謹慎 如果都一樣的話那就不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沒有 所以就會有這個出來說 二十五條之二 這要解決這個問題說 你對兩岸跟大陸談的租稅協定這個東西 匡匡要到立法案來審 所以這裡面就 漢閣的地方就出來了嘛 到底要用稅增基制法第五條 還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當然我們都了解 針對大陸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才有二十五條之二的東西在那裡嘛 所以就卡在上個會期卡在那裡 也因為卡這一條 使得立法院破天荒的 最後一天 一個案子都沒有通過嘛 就休息了嘛 休會了嘛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齁 我不知道 李部長你經過這樣子幾個月半年之後 想法有沒有改變 是不是多尊重一下立法院啊 這個當然我們一定是非常尊重 院裡面的各種的這個 這個意見嘛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對於這個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是分成兩個層面來做處理 目前我們去做一些協調溝通 只是做技術面的東西啦 我說真的 那如何把它變成 這個兩岸關係條例相關的條文 或是約定 或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協議 那當然回到相關的法制的作業 所以我們先就實體的內容做一些溝通啦 那將來是如何形態的方式的呈現 沒有我想我要確定一下就是說 部長 因為我想大家都引盡期盼這個 這個 兩岸的這個什麼叫做 雙重課稅的問題 避免雙重課稅 能夠早一點解決啦 那早一點解決其實 立院行政兩院都有責任要把它搞定 你們簽完之後 以後我倒希望你這裡 二十五條之二 你們要做某種程度的讓步啦 不能堅持在那裡 一定要用雖然機制法第五條啦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這個基本上大致的方向 我是贊成這樣的方式處理啦 同意嗎好 但是再怎麼去運作 因為這個簽署委會的簽署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那個修那個法 是 你可以說我訂一個二十五條之二 我不要把它斜死 但是呢 最少 它那個大架構 是 有關你雙重課稅的大架構 要讓立法院來參與啦 我想這個當然是可以來做必要的協調 基本講這個出稅協定的內容 這個要有啦 我希望你在 你們行政院會裡面 在跟陸委會那邊再溝通 要把這個放進來 我所瞭解 當然這一部分 你是比較無辜啦 因為 當初破局 不是你堅持破局的事 陸委會 政府一提的 但是 同樣的 請問 我們國家現在跟全世界 哪幾個國家有簽租稅協定的有沒有 目前已經完成租稅協定各種程序的實質生效的是有十六個 十六個國家嘛 美國有沒有 美國沒有 這個生效的意思就是 租稅的相關資料互換嘛 相關的 激增的協助 資料的交換 像科稅權的這個分配 等等 過去來講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的租稅天堂啦 什麼開曼群島啦 什麼威京群島啦 這些 G20在去年 在今年吧 G20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重大的 一個 一個共同宣言啦 要打擊 要打擊 所謂的避稅天堂 或者叫避稅的一個 一個什麼叫 我們叫Shirt 這個 這些啊 批護所 這個 這一部分 已經變成G20 大家要去做的 所以這幾個國家 包括瑞士喔 很緊張啊 很緊張啊 好 這個問題就在於什麼 G20要求這些所謂的避稅天堂 要提供一些資料 或者是說 你跟我們 我們相關的資料 你要來跟我們 來揭露 我的重點在這裡 請問你 你現在 加稅不敢加稅啊 查稅喔 查得要死啊 台灣 你有沒有算過 台灣有多少錢 在避稅天堂那裡 這個說真的 就 我們這邊是沒辦法 去掌握這個數字 我們所了解不少喔 是 你要不要搭上 G20這幫列車齁 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 跟這些 租稅 避難所 或者是租稅天堂的國家 簽訂 課稅資訊交換協定 有沒有可能 這一點事實上 在目前作業上 已經有很多的國家 基於雙方的利益 事實上也都在跟我們洽談協商之中 因為 最近兩岸的關係更和諧了 所以很多的國家都希望跟我們 加強緊密的這個租稅的關係 但因為有些還沒有完全定案的 我不便在這裡先說出來 是不是有包括這幾個 所謂的避稅天堂的國家有沒有 到 還沒有 這一部分 都還沒有 沒有嗎 維新群島啊 開曼群島啊 這個都還沒有 瑞士 沒有 新加坡 這個很早就在談 香港呢 香港也都陸陸續在溝通之中了 有沒有結果 香港可能有沒有結果 目前有些東西還在溝通 香港差一點被列為 跟那個開門群島同一掛的 只是因為中國大陸 強力的護航 每個國家那個發展的策略不一樣 所以他在相關租稅的制度的設計上 也不大相同 但不管怎麼講 國際化了 大家緊密 經貿關係更緊密 所以如何讓租稅能夠更公平 更透明 租稅權的分配 能夠更合理 我希望財政部多努力一點 是一定要的 好不好 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簽訂了 這個課稅 所以雙重課稅 這個 減免的 避免的 如果搞定的話 我相信跟美國的租稅協定有機會 是 這兩個搞定的時候 我認為 跟這些 避稅天堂國家的資訊交換 應該有機會 一定的 台灣現在這麼 需要錢的時候 有錢人多刻一點 所以大家都同意 我們是一個經貿的大國 跟各國的經貿官員非常的密切 所以相關的租稅的這些 這個 這個義務啊 一定要把它講得非常清楚 讓所有經商的人啊 他才相關的規劃 能夠更確實一點 所以大概你們確定 我看一下說你們確定了 第四次江城會大概可以搞定吧 我們目前是當作我們努力的這個目標 那能不能簽下來 希望能達成吧 就是能夠第四次的把它簽訂 另外一個大家都關心 這高鐵的連帶的事情 是 五大院是股東沒有保證 保證人是交通部 基本上我們叫在 法律的用語不叫保證 保證 他是提供一個side letter 就是說他能夠承諾做必要的監督協助 來促使整個案子做得更好 換言之 我們政府保證 政府借錢 基本上應該也不用說是政府啦 因為他已經是民營的機構 對 高鐵公司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我們現在 高鐵是如假包換的民營公司 我們的政府的關股董事 只有三席而已 所以他現在要調整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現在來看 現在來看 原始股東不保證 但是高鐵 我們都需要 一定要繼續營運 沒有錯 那就這麼簡單 既然政府通通去保證 那乾脆就是跳下來 我們要公股過半 我們公股過半 因為你主代的銀行是台銀嘛 而且 三千七百億嘛 這個這麼高 而且 利率這麼高 所以現在交通不正在主導改組的事情 平均只有1.8而已啊 是是 對不對 第一年是1.1嘛 到了逐年上升 第八年1.8 第九年從2.8開始嘛 大概這個樣子嘛 所以 我覺得社會的 最少社會的聲音出來了齁 是 社會的看法 社會的期待 應該是 應該是 公股的董堅席次要過半 對這個我的了解交通部 這個能不能做得到 你能不能做得到 就我了解交通部正在主導之中 不是交通部喔 是 部長 財政部喔 主辦人是打贏喔 聽你的喔 我們是銀行 聽你的喔 對不對 你 你就打贏 公股沒有過半 你不給貸啊 所以它相關的條件配套的嘛 剛剛所講的齁 可以嗎 可以嗎 基本上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之中 不是你贊不贊成嘛 當然一定要 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我一定要如何去確保債權嘛 確保債權的方法有很多種 是董監事協位過半啊 或是擔包品氏足啦 等等的一系列的措施 擔包品就是高鐵本身啊 你說之前也很值錢啊 那你如果不贏就不值錢啊 所以只有一個嘛 公股過半 這是我們要的 對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啦 可以吧 你可以答應吧 公股要過半 我們台銀才放行 基本上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 可以吧齁 中間市的席位齁 一定要有主導權 是 好吧 好謝謝賴市保賴委員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淑委